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一二七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不仅仅是北宋王朝的分水岭 同时从族裔影响转变的角度来看 它也是我们古代中国的分水岭 这一年有一个年号叫靖康 这一年正好是靖康二年 靖康是北宋的最后一个年号 靖康也只有二年 这一年明星皇帝大艺术家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清宗 屈辱的离开了东京汴梁 踏上了北上的路程 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块土地 而也是在这一年 曾经的康王赵构登基做了皇帝 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 这时候他正带着他的朝廷 走向与他的父兄完全相反的路 向南再向南 虽然他们方向各异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他们都离黄河越来越远 离古代中华文明的核心越来越远 这一年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 同时对很多人的人生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关于南宋的历史 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 大致呢就是赵构 秦桧 以及岳飞 在这一年中这三个人中的两个人 已经开始本末登场 登上了这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几十年的舞台 他们分别就是赵构和秦桧 而当时已经23岁的岳飞 还是宗泽手下的一名小兵 在这个占满了大人物的舞台上 他连一个跑龙套的位置都没有 而此时的康王赵构 欲使忠诚秦桧 则已渐渐的走在了聚光灯下 说起来很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刚刚登场的时候都是妥妥的正面人物 秦桧并不是什么主和派 更不是什么投强派 他是少数的强硬的主战派人员之一 而赵构呢 更不是以后怯懦的跑南皇帝 而是一位大义凛然 无所畏惧的一带贤忙 再以后这两个人都去金营走了一圈 回来以后突然性情突变 让人们不禁怀疑 他们去的不是金营 而是某位邪恶科学家的生物实验室 去的时候是真正的赵构与秦桧 回来的时候则是他们的复制品 这当然不会是真的 那么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这两个人的人生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呢 今天呢就让我们打开史书 回到靖康 那段至今令汉民族感到耻辱的日子 公元1126年 金国突然兵分两路进攻宋朝 兵封直指当时的首都东京变凉 金兵来袭 完全是宋徽宗屠目虚名惹来的祸盾 北宋曾经与辽国签订了缠冤之盟 在那之后虽然说偶有小规模的冲突 但大致来说还是维持了百多年的和平 而被表面的繁荣冲昏了头脑的宋徽宗 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开疆拓土的一代民居 而此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当时辽国的势力越来越弱 在他的东北方 女真人悄悄的崛起 在几次大战中都打败了辽朝 金国人向宋朝人发出邀请 希望能够宋金联合 南北加工灭掉辽朝 宋徽宗觉得机会来了 收回燕云十六州 完成太祖遗愿的机会 来了 如果真能成功的话 那么宋徽宗无疑将成为宋朝历史上 继宋太祖赵匡义以后的最伟大的一名皇帝 所以他同意了联金灭辽的战略 而也正是此举将正值壮年的宋王朝推入深渊 这次对辽国的作战可谓发起的是无意之失 从道义上来说 辽国与宋朝本是盟国 那是有盟约在身的 双方约定好了互不侵犯 而此时宋徽宗为了一己私容 颤然的撕毁盟约 这本身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 此外 辽国此时已经高度汉化 相较于东北方的女真人 他们与宋朝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可以说二者的三观一致 更有可能做到和睦相处 而此时女真人进宫辽朝 就好比是强盗在抢劫宋朝邻居家的财物 而宋朝不想着帮着自己的邻居打跑强盗 却帮助强盗一起抢劫邻居家的财物 虽然国与国之间更多的是以利益为重 但得道多助师道寡助 却也绝对不是一句虚言 回宗之恶很快就结出了恶国 在南北加工之下 辽国在公元1125年灭亡 契丹贵族耶律大使跑到了中亚楚河 在那里建立了西辽 西辽曾经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塞尔铸帝国 称霸中亚 他当时所控制的疆域比南宋的疆域还要大 在中国的史书中 对西辽的记载非常的少 这恐怕很大程度是因为 在当时与西辽有联系的大多是中亚各国 西辽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淡出了中华的文化圈 但实际上西辽的几代君王并没有忘记他们曾经来自何方 和南宋王朝 岳飞等驻将发起的北征一样 西辽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发动了东征 而且在建言年间 也就是宋高宗赵构统治期间 西辽的耶律大使还曾经主动联系南宋王朝 希望双方合作 加攻金人 在后来宋孝宗北伐之际 也曾经发信给当时的西辽 希望达成同样的联合作战 但都是因为双方路途遥远 加上其他的一些客观原因 这样的联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西辽最后是在公元1218年 被蒙古大将哲别所灭 而此时南宋已经进入了宋明宗的统治期间 在半个多世纪以后 南宋同样被蒙古人所灭 以前横梗在金与宋之间的辽巢被灭以后 北宋人自拆礼板 这时候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金人的铁骑 而在这次所谓的联合作战中 金人已经看穿了北宋军队的虚弱 所以在灭掉辽国以后的第二年 公元1126年 金人的铁骑就建制中原 蜿蜒宗汉与蜿蜒宗旺 各领一路大军 冰封直指东京变凉 而此时的宋徽宗再也不想做什么千古明军了 他甚至连军都不想做 他想要训位 训位给当时的太子宋清宗赵桓 所以在支系金兵还有十几天就要杀到的时候 宋徽宗就突然生病 表面看起来像是中了风 半身不随 手都不能动 半个宋徽宗要将整个皇位都传给太子赵桓 赵桓和他父亲一样 这时候适时的也病了 哭着喊着不想登基 在被徽宗和仲大臣推在龙椅上的时候 又突然的晕倒了 清宗上位却有着上坟的心情 宋清宗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怀着沉痛的心情登上皇位的皇帝 其实宋清宗赵桓大可不必如此 这个皇位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难做 如果不是金兵来袭的话 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坐在这个龙椅之上 虽然他是嫡长子 是太子 但宋徽宗一直就不喜欢他 宋徽宗一直最中意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赵凯 之所以喜欢赵凯 一者是因为赵凯是他与王贵妃所生之子 而王贵妃一直深得宋徽宗的宠爱 二则 赵凯实在是太像他了 天底下很多座父亲的在他的诸多的子女中 往往都有这么一两个是他特别钟爱的 而钟爱的原因大抵都有一点就是这个孩子很像我 有奶腹之风 赵凯就是这样 和宋徽宗一样多才多艺 特别是文采了得 赵凯曾经冒名偷偷的参加了科举考试 一路是过关斩将进入了殿市 并且是得到了殿市第一名 他中了状元 也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一名状元 虽然宋徽宗当时考虑到了 如果点自己的儿子为状元的话 影响不太好 最终呢 他点了第二名为状元 但实际上 赵凯是那一颗名著其实的状元 这样的儿子 宋徽宗怎么能不喜欢呢 而赵凯呢 虽然也是颇有文采 但性格上与徽宗相距太大 而且赵凯的生母 显公皇后王室已经去世多年 而此时赵凯的生母王贵妃仍旧得宠 所以说呀 如果有一天宋徽宗真的更换太子的话 倒也是不无可能 但金人来袭改变了这一切 赵凯后来同宋朝皇室成员一起 被劫持北上 再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金人的进攻还是有点虎头蛇尾 一路大军被阻在了太远 一路大军也只是围住了开封汴梁的外城 就停下了进攻的步伐 毕竟那时候的金人和后来的蒙古人不一样 工程是一项技术活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掌握大型的工程器械 再彪悍的马上民族 见到了城乡也只能下马 金人的进攻停顿下来 这也让宋清宗赵桓有了意外的惊喜 原来坐在这个皇位上并不一定会死 他有可能真的就这样提前转正 当上了皇帝 他重用李刚整顿东京汴梁的防务 同时又昭告各省的官军 让他们入京秦王 秦王的大军不断的向东京汴梁进发 此时金人就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们向前无法攻破东京汴梁日渐完备的防务 后路又有可能被各路秦王军队切断 所以他们提出了议和 此时的宋清宗赵桓 如果他坚决一点的话 或许可以实现内外加工 对清军造成重创 让他们今后再也不敢轻易的进入中原腹地 但宋清宗不想这样做 他希望金人越早撤退越好 所有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金人走了 他还要腾出手来 对付那个虽然已经做了太上皇 但是并没有放掉手中的军权 在秦王的兵力部署上处处对他进行掣肘的 他的那个亲爱的父亲 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 答应了金人求和的条件 在答应赔付大量的金营以后 还答应了金人 要求宋氏派出一名宰相级的官员 以及一名亲王去金营为止 以保障金人在撤退时候的安全 宋清宗非常痛快的答应了这一条件 北宋王朝最不缺的就是文官 宋徽宗最不少的就是儿子 宋清宗最不少的就是兄弟 这些在宋清宗看来都是一些多余的物资 宰相级的官员他选择了当时担任少宰之物的张芒昌 而亲王呢 这点呢有点难办 毕竟让谁去谁都不愿意去 在宋清宗与他的诸威弟弟商量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愿意去 这个自高奋勇的人就是当时的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构 赵构之所以凯然请刑 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否认 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他一定是一腔热血 也希望能够以身报国 另外一方面他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赵构在宋徽宗的三十几个儿子中排行第九 不上不下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 他的生生母亲为士 在宫中的地位低微 所以赵构或许想借此机会搏一把 为他自己也是为了他的母亲 果然看到赵构如此的忠心 太上皇宋徽宗以及宋清宗都颇为感动 在宋徽宗的建议之下 由宋清宗下旨 晋升他的母亲为士为贤妃 这是一个仅次于皇后和贵妃的地位 这也就算是对赵构忠勇的一种补偿 临行之前赵构还对宋清宗说 说陛下可便宜行事 勿以以亲王为念 或许赵构很清楚 不管他是不是这么说 他的这个皇帝哥哥都不会以他为念 当时的赵构 据史书记载 说他资性朗目博学强劲 读书日勇鲜于眼 晚宫至一旦半 一旦半又是什么概念呢 在宋朝时期 一旦相当于94.5宋金 而每宋金又相当于640克 这样折算起来 一旦半换算成现在的这两单位 就是90公斤 这样的碧莉就是在当时的宋朝 考一个禁军的统领 完全是够资格了 当然了 这个碧莉也不是最好的 据史书记载 在同一时期 还有一个人碧莉要比赵构要强一倍 此人天生神力 魏冠 晚宫三百斤 他的名字叫岳飞 赵构来到金营以后是不卑不亢 不由的使得那些金国的王子们对他是另眼相待 有一次朱王子与赵构一起比试射箭 赵构三箭连中把心 在比赛中胜出 再后来果然不出赵构所料 宋青宗在和谈期间 贸然命令秦王的姚平仲率兵偷袭金兵的迎战 结果是大败亏数 宋青宗此举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他还有一个弟弟在金营做人质 当时金人也是非常的愤怒 就去质问赵构 说既然说好了和谈 为什么要偷袭我的迎战 跟赵构再起的张帮昌 当时已经恐惧的跪在地上不断的哭泣 而赵构依然是面不改色 对张帮昌说 为国家乃忧深夜 赵构的这些行为让金人们大为叹服 同时又不免心生疑斗 在他们的印象中 宋朝的亲王一向是文弱的很 没有像赵构这样善于射箭 而且又这样有胆量 所以他们认定是宋青宗骗了他们 赵构肯定并不是什么亲王 而是一个武将之子 要求用赵构换一个真正的亲王来 宋青宗同意以宿王赵构来顶替康王赵构 赵构回到东京以后 宋青宗对他是大家褒假 不久以后任命他为河北的兵马大元帅 让他在那里整顿兵马 随时准备增援京师 由此赵构离开了东京汴梁 也由此他躲开了那一场即将到来的劫难 此时金兵已经撤退 他们得到了大量的金银 心满意足的回到了北方 并等待着宋朝人兑现他们的承诺 但局势稳定以后的宋青宗 并没有想到兑现当年的城下之盟 答应给金仁的三镇并没有交接 答应给他们的大量银粮也没有送到 于是第二年也就是靖康二年 金仁又来了 靖康是宋青宗唯一的一个年号 这两个字分别出自于诗经和上书 是日靖四方安康赵民的意思 本来这个意思很好 后来在赵构登基以后 有人将这两个字拆开 变成了十二月立康 这样靖康这个年号 就成了赵构登基的一个仙兆 类似这样的拆字游戏还有很多 比如说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是宣和 后人解信这个宣字也非常的不好 宣字是宝个头下一个云古的云子 而云子拆开则是二日 在宣和的最后一年 宋徽宗果然是将皇位让给了宋青宗 当时的宋朝可谓是天有二主 所以有人就说宣和的宣 就是宋徽宗让位的仙兆 在宋徽宗之前 还有宋仁宗的两个年号 也被人视为是一种仙兆 宋仁宗的头两个年号 分别是天圣和明道 天圣被人解读为二人为圣 明道则被人解析为日边有月 这些都暗和宋仁宗与刘娥当时共同执政的局面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文字游戏 是当时以及后人的一些附会而已 大家听听一笑了之即可 第一次金明撤走以后 宋青宗的一番操作是令人瞠目结舌 他既不想遵守承诺 向金人割地赔款 又不接受将军重施到的建议 加强黄河西岸的防卫 最终的结果是金人第二次长驱直入 这次并不像上次那样 只有一路大军抵达了开封城外 而是两路大军旗帜 此时宋青宗才想起了召集四处的秦王兵马 但最终能够抵达开封城外的 只有张书业率领了三万人马 张书业以前我们讲 就是荡平水破梁山的那名宋朝官员 因剿灭宋江有功 后来被封为了龙图阁的直学士 张书业率兵入城以后 与金兵展开了数次激战 杀死了京朝的两名重要将领 但宋青松显然并不相信 他们宋朝的士兵真的能够打败金人 他更加迷信那些所谓的神秘的力量 他重用了一名叫郭京的骗子 郭京以前就是一个进军的老兵 平时呢又耍点倒数赚点零花钱 就这样的人竟然赢得了宋青宗 以及他新任命的两位丞相的青睐 把郭京当成了神一般的人物 郭京也向他们许诺 他将动用六甲大法 请天兵天将为宋青宗守城 为此宋青宗给了他大量的金银 让他自行招募士兵 郭京招兵的条件很简单 并不看你是不是能打 而是只看你的生辰八字 是不是在六甲之内 最后他成功的招募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那些以前在街头的流氓无赖 郭京就把这些人派上了城墙 在郭京做法的那天宣化门大门敞开 郭京就这样带着他手下的七千七百七十七名天兵天将 大摇大摆了走出了城去迎战金兵 而当金兵古早的冲向前的时候 这些乌合之众是不战即溃 就这样曾经牢不可破的东京汴梁 被荒唐的出卖给了金人 在这之后宋军只能是退守内城 宋清宗两次进金营求和 第二次去的时候被金人扣押 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黄龙 金人下令被宋徽宗、宋清宗为庶民 就此建立于公元九百六十年国座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王朝 轰然而是 金人还煞有介事的在东京汴梁搞了一次民主选举 让北宋的百姓们推举他们心目中的新的皇帝 但候选人只有一个就是张帮昌 这样荒唐的选举 北宋人当然不买账 很多大臣联名反对 带头的就是曾经英勇守城的张书役 以及另外几名大臣 在这些大臣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竟然是秦桧 那时候三十五岁的秦桧 是一个妥妥的主战牌 在当年第一次金人围攻开封的时候 秦桧就是一个主战牌 当耿南忠等人提出了要隔让三镇给金人求和的时候 秦桧与少数的几名官员就立主抗战 不愿以割地赔款 十一月即百官易于盐河殿 范宗尹等七十人请与之 惠等三十六人 迟不可 在这次逸选新皇帝的时候 秦桧又与张书业站在一起 坚决反对拥张帮昌为帝 而是希望立宋清宗的儿子太子赵臣为帝 张书业和秦桧等几位大臣 因为拒绝在拥护张帮昌为帝的劝进书上签字 所以使得金军的统帅 万艳宗旺和万艳宗汉大为愤怒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书业和秦桧被列入了隋二帝 北迁的人员之中 而那些听金人话的大臣们 则被留在了东京殿梁 去拥戴他们的新皇帝张帮昌 北迁图书 张书业绝食抗议 只是监货在图中喝一些汤水 当车队经过白沟的时候 有人告诉张书业 我们已经过了戒河了 张书业突然坐了起来 仰天畅谈 第二天自意而亡 中年63岁 张书业能够进京秦王 那么康王赵构当时在干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 宋青宗任命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 让他到河北去招募各路异军 随时准备池元京都 赵构以皇子的身份 也确实招募了诸多的异军 最初的时候召集了有一万多人 其中就有一位在当时看来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这个人后来成了南宋的军神 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岳飞 其实岳飞在这之前已经是从军多年 他先是效力在重世中的账下 后来因为在一场战役中不慎丢失了自己的告身 就是军人的身份证明 无奈之下 他回到了家中 再后来听说康王在河北招募逆军 他就赶来投降 在金兵第二次进宫开封 在他们还没有渡过黄河之前 宋青松就想到了要和他们再次和谈 这时候金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 对宋青松说 你们还是要派一个青王来跟我谈 这次来的青王 我要指定 就是上次换回去的那个康王赵构 为什么这次金人点名要赵构去和谈 因为在赵构被换回以后 宋青松很快任命赵构为河北的兵马大元帅 金人知道以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赵构是真的亲王 赵构在金营中的表现也不禁让金人们担心 这样的一个铁骨铮铮的亲王留在北宋的话 早晚是他们金人的祸害 所以他们这次才特意提出要赵构来金营和谈 目的其实就是要扣住赵构 宋青松对此当然是满口答应 他马上传旨赵构 让他与另一位大臣王云一起去金营和谈 于是赵构就遵旨与王云会合前往金营 那时候的赵构还和他第一次去金营一样 愿为国效力而不计个人生死得势 当他与他的副使王云途经磁州的时候 一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也决定了他今后的人生 甚至是今后历史的走向 这个人就是宗泽 宗泽告诉赵构说你不要去了 当年顶弃你的肃王就是一去不回 金人狡诈你一去也肯定活不了 而且于事无补 赵构不停劝告仍然执意要去 那时候慈州百姓非常的反对与金人议和 赵构和王云又执意要去议和 这样就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民变 民变的结果是赵构的副使王云被老百姓打死了 副使被杀赵构只好留在了慈州 开封那边的战事进展的非常迅速 到了公元1126年的11月份 金兵已经围住了开封城 那么在金兵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时候 赵构为什么没有率兵秦王呢 他不是手中已经征目到了十万亿军吗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全怪赵构 宋清宗确实曾经向赵构发出旨意 让他率领河北义军进京秦王 那是在靖康元年的12月18日 七天以后在贾道士郭京的一番操作之下 金人已经站在了开封城的城墙之上 宋清宗以及宋军只能是退守内城 这时候宋清宗又提出与金人和谈 在和谈进行过程中 宋清宗又再次下旨 告诉各路义军停止入京秦王 要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赵构是在几天以后才收到了宋清宗的第一份圣旨 就是让他进京秦王的圣旨 而他收到的时候 开封的外城已经被金人所攻克 那么此时摆在赵构面前就有几条路 要么是不顾一切的率领部队进京秦王 要么就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当时赵构军中的将领对是否秦王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人比如说宋泽就一力坚持要进京秦王 而赵构最后的决定则是让宋泽带领着一部分部队进京秦王 自己则率领着大部分人马转移至东平 那是一个和东京汴梁相反的方向 不过他也告诉宋泽 你要对外声称康王赵构就在你进京秦王的军中 宋泽因为兵力不足也只进军到了离东京汴梁 差不多还有一百多里地的地方 就无法再前进一步 而此时的岳飞就是在宋泽的这支部队之中 那时候的岳飞已经是一名中下级的军官 当宋泽的部队隔着黄河与金兵对峙的时候 有一次岳飞率领着自己的一百多名手下 在兵面上练习骑射 这时候突然挤备于宋军的金兵杀到 紧急关头岳飞并不慌张 宁然率领手下的部队百名部队 与金兵展开激战 并且击溃了金兵 此战可谓是这位未来南宋军神的牛刀小事 赵构自然也收到了宋清宗教廷各路秦王义军的圣旨 这样他就更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去秦王 但从金兵最终攻克东京汴梁 到金兵撤走的这段时间 总共有四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内赵构为什么没有进京秦王 或者派兵营救灰青二帝呢 我想此时的赵构 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不再是那个几个月以前 还愿意舍身取义 匡扶宋室的不怕死的亲王 现在的他突然发现 以前对于他来说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竟然已经变得很有可能 作为徽宗的第九子 一个并不被皇帝老爸喜欢的儿子 皇帝的位置对于他来说 曾经是遥不可及的 而此刻徽宗清宗已经被贬为庶民 张邦昌这个皇帝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而他则是当时不为金人掌控的唯一流落在外的皇子 那也就要说 此刻的他是皇帝宝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皇帝宝座的巨大吸引力使得赵告变得愁畜起来 所以他既没有率军入京秦王 也没有远远的跑开 他只是先到了东平 后来又到了冀州 虽然方位不同 但两地距离东京汴梁的距离都是几乎一样的 他只是在汴梁的周边徘徊 等待着那随时可以从天而降的天命 这个天命自然是毫无悬念的降到了他的头上 但自那以后昔日的血气方刚的康王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亡命于山川湖泊 甚至海洋中的高宗赵告 那个曾经新系江山社稷的康王 现在却为了逃命 可以舍弃他的领土 他的百姓 他的臣子 他的妃妾 甚至于他的性能力 而那位被卢往北国的秦桧和秦桧一起去的徽宗清宗 被发到了五国城那样的苦寒之地 和他一起去的张书业自杀巡国 和他一起去的秦桧那颗的状元也自杀了 而秦桧在北国度过了三年的幸福时光以后 居然又回到了宋朝 带着他的夫人王室 奴婢 以及大量的金银财物 据秦桧讲 他是杀掉了守卫 又夺得了一条船 然后才完成了这次胜利大逃亡 这其实怎么看都不像逃亡 更像是一锦还乡 再以后 秦桧得到了高宗的赏识 得到了高宗的依赖 由他们二人主导的南宋历史 也由此徐徐展开 但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康王 当年的秦忠诚 而始终保持不变的 只有岳飞 这三个人之间的历史 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 赵构与秦桧之间 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 昏君与奸臣的关系吗 秦桧到底是奸臣 还是内奸 杀死岳飞的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秦桧死了以后 高宗赵告会长舒一口气 说我再也不用在我的靴子里藏把匕首 很多的谜团 很多的故事 且听下回奔解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